那你说用波润酸去注射眼睛周围的细纹或是颈纹不好吗? 其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有两个比较大的缺点 那第二点呢 是这些波润酸的材质 注射在我们比较薄的皮肤下面的时候呢 会产生所谓的停德尔效应 会产生蓝蓝的色调 这里提到的停德尔效应是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蓝蓝的色调呢? 林正贤医师就来带你深入了解停德尔效应 很多人对停德尔效应不是很了解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济麦血液 大家看我的手不是有蓝蓝的血管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济麦血 但是我把这个血管试破 大家猜看流出来是血什么颜色 当然是红色的血不是蓝色的血嘛 那为什么红色的血在皮肤下面 会看到是变成蓝色的血管呢? 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光线波长的关系 红色的光线它波长比较长 所以它可以深入我们的戒指里面 蓝色的光的波长是比较短的 它很容易被我们这些表面的物质所反射 那反射出来的光线 到达观察者的眼睛 看到的就是蓝色的颜色 所以这些蓝色的颜色 就是来自于这些光线 折射到我们眼睛的一个结果 那海水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海水什么颜色? 蓝色嘛 但是你如果把海水捧起来看 是什么颜色? 是透明的 那为什么透明的海水 我们看起来 大面积的时候看起来是蓝色 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因为蓝色 太阳光里面蓝色的光线 折射到我们看着人的眼睛 看起来海水就是蓝色的 那停的耳下眼就是这个原理 譬如说我们施打波长酸 在我们眼睛的皮肤里面 或者是脖子的皮肤里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眼皮 跟脖子的皮肤很薄 所以折射出来的蓝色光线 容易到达到我们的眼睛 这些注射完的波长酸 在我们眼睛看起来 就是眼睛下面 或是脖子的皮肤上面 看到一些蓝蓝的颜色 所以即使你注射技术再好 你的脖纹 你的眼睛周围的细纹 打得再平坦 你都有可能看起来 有蓝蓝的颜色 所以视觉上就会变得很明显 就不是很好看 你的眼睛下面看起来 就很像预期一样 你的脖子看起来 就像一条蓝色的项链 在脖子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 停的效应 那PLT呢 它因为不是凝胶的剂型 它本身也不具有填充的效果 所以就不会有这种停的效应 可以说是一个蛮适合施打 打起来也很自然的一个材质